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問答環節 有想問郭Sir的話 繼續擁約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郭Sir看到國企指數已經倒升上來 升近20點,最近9936點 旗子方面也升近4點,19010點 現在市況如何看呢 郭Sir今晚方面 美國也期待會否有QE3或者一些政策出來 今天上市上星期的低位18,600點 最低也見過18,700點 現在好像跌不破底 勢頭可否逆轉呢 我想暫時來說是斷定了 你提到一點就很正確 市今天最低真的去到18,698點 這和上星期34日的低位18,627 屬於同一個區間 沒有跌穿暫時來說 根本的波幅仍然是2348點 但雷星大雨點少 我始終都覺得 因為簡單說 10天和20天線仍然急速下移 嚴格來說 恆生指數一日未能夠回到10天線樓上 真是不需要有香品 因為整個肉沉底 或者逐市底的格局根本沒有變 剩下來的股份跌得多 肯有技術上是後抽、反彈、有補創盤 但這對整個形態、整個格局 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這陣跌市 大家搞清楚是甚麼原因 如果因為港股升得多 本身的技術上的回吐 或者一些衍生工具主導 而出現一個正常的調整 這是好閒的事 是絕對好閒的事 根本上就不需要太擔心 但這陣下跌根本上不是我們的因素 我們的南籌平均估值市盈率 已經去到九倍以下 用任何角度來說 這也不算是很高的 但不是代表股份不會再跌 因為歐債危機引發信心不足 令到很多基金持有人 都會屬於手上的投資 基金經理面對這麼大的屬回潮 無奈地持續到沽貨套現 這個沽貨套現行動 令股價進一步下跌 股價進一步下跌 股價進一步下跌 令人更加擔心 更加要取得錢 這真是骨牌後應 在這樣一環購一環之下 去到哪裏才能見到一個轉機 真是不知道 直至市場恐懼心態 能夠緩和 當然基金經理那一刻 也開始作一個重新的部署 當市場明顯出現一個回穩 斷定 甚至有機會作進一步走上去的時間 投資者也不願意把資金放在銀行 因為是沒有息 就會付託給基金經理 基金經理拿回錢後 又會入市內作新一輪的吸納 而那個吸納 如果是持續性 那就是一個中期的升浪 其實道理很簡單 不過技術上 今日指數仍然在十天線流下 屬於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最重要的是 大部份的投資者 早前高位賣了那些 本來作為一個中線部署 甚至早前低位 或者2萬 2萬0.5萬 1萬9500 都是分階段慢慢賣 其實基本因素是不差的 如果單單看基本因素去賣 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沒有問題 只不過就說 你不要賣到自己是沒有現金 但這次股份的下跌 不是基本因素有變 不是因為股份的企業的盈利 或者前景是有變所造成的 相反來說 是一些外圍的因素 而我們是控制不到的 如果希臘的債務問題 一路困擾一路加大的話 就算更強的基本因素 你也沒有用 因為基金仍然是預留多些錢 被人拿走 所以這次的事情是比較複雜的 美國的情況也不肯定 歐洲更加不需要多說 至於內地仍然持續加大調控力度 亦都令到投資市場 處於一個比較保守的心態 或者簡單來說 指數就算收窄跌幅 輕輕反彈 可能仍然是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位置 這一分鐘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在看自己的組合 第一是不要低估股份下跌的幅度 其實有不少股份下跌了一年來的低位 有些根本上又高拓下來 已經跌了50-60% 殺傷力是大到你都難以想像 第二是不要高估自己防守的能力 口硬是沒有用的 當你的荷包一軟的時候 你就自必然害怕 一害怕的時候 你就會低價股 還有自己有限的資金 面對無限的股市 你低級不要緊 但是千萬不要耗盡所有資金去賣 以圖嘗試用個人的買盤 去為市場帶來一點點的購買力 這個想法就比較天真 始終股市每日成交幾百億 自己的資金可能有一億 才可能會動到 郭Sir 看看大行報告 稅信方面 降低了華潤置地的目標價 去到12.5元 原先看是14元 平級維持中性 問一下郭Sir意見 之前就是華潤置地方面 有個沒有公司注資的行動 其實對股價或者盈利預測 有沒有什麼影響 作為央企 688也好 109的華潤置地也好 在這麼多個內房股當中 我的確是看得比較好的 但不是說看得好 就一定會好的 因為內地現在 一直加大調控力度 令整個內房股的板塊 都是持續受壓的 華潤置地 其實大部分的土處 都是二三線城市 其實二三線城市 剛剛好在政策持續 調控之下 受影響是最輕微的 例如好像福州那樣 一直賣5500元一平方米 高價的時間都是5500元 到現在市況比較低迷 甚至乎政策驅市之下 樓市交投比較少 都是賣5500元一平方米 事實上影響是有 不過不是大得那麼重要 不過投資市場 不是計算這件事 早前給11倍12倍市盈率 其實現在跌跌到7.6倍市盈率 7倍多 股份的股值就越跌越低 其實在投資信心比較低迷的情況下 股份很多時候的股值 是會跌到我們一個覺得 極度極度低的水平 但內河 我以為環境市場還是不配合 華潤置地 暫時來說 仍然處於逐次低位 其實已經跌穿了一年來的低位 謝謝葛sir 昨天匯豐出了大行報告 將華軟置地評級由減持升到中性 目標價由11.4元降到11元 我們看看內房股表現如何 中國海外跌接近3% 11.84元 碧桂園跌4% 2.5元 三貿房地產和富力地產都跌超過3% 看看另外幾隻 見到雅居樂方面 跌近3仙 做7.17元 合景泰富跌近1.2元 做3.35元 遠洋地產是2.8元 而恆大地產跌近2.7% 3.57元 跌近1元 月秀地產升2.6% 1.19元 升3仙 謝謝葛sir 都要申報一下 剛剛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就有半日總結的環節 再和大家看看收市表現 見到今天成交好一點 有333億 現在恆指跌50點 最近18,964點 而國企指數升10點 9926點 而期指跌27點 18,979點 高水14點 成交量已經接近5萬張 稍後回來 半日總結的環節 再和大家見面 稍後